切安平傳苗栗南莊合體公有停車場 上個月22號至少有4名遊客的愛車 被竊賊擊破搜刮財物 而警方沿路調閱監視器 在苗栗市區帶不到正信嫌犯 他慘成是因為無業才會行竊 另外這彰化田尾一處新建中的豬舍 一天之內被竊賊光顧了兩次 一共偷了100公尺 價值48000元的電纜 本拿一半去變賣只換來600塊錢 紅衣男子步行走入停車場 靠來轎車旁整個臉貼在玻璃上 確定裡頭之前物品跟著拿出專業器材 他是那個專業的那種按壓擊破器 難怪沒有聲音 紅衣男子瞬間破窗 甚至沒人闖進車內搜刮財物 光是這個停車場至少就有4台車遭殃 全部一幕被打光光 紅衣男子擔心被抓 可以把機車停在樹下 投機後準備離開隨即變裝 以為不會被發現 不料全被監視機拍下 警方繽紛多路 坐在苗栗市區找到人 在苗栗市查過政嫌 那起訴作案的義務 全案一切到最前 以受苗栗地檢署偵辦 另外在彰化天位 則是有竊賊專攻電纜線 大半夜跑到株社工地偷檢電纜 離開時江秋效率的邊走邊收拾 半夜偷完清晨天才剛亮又來偷一次 跟著開車拿去變賣 失卸的章證物的部分 總共有電線100尺 那損失的金額約48000塊左右 那竊賢有變賣過一次的行為 換賺台幣約600公元 振興農民十月初才投入新建築社 不料卻殘遭竊賊鎖定 趁著工地沒人竊取圍牆上 廠房內將近100公尺的電纜線 沒想要拿去變賣一半 只換了600元 最後還被帶176最移送得不償失 記得中部送不到 有不準意 我可以進行